大学领考在大陆成为高考 今年有多达1291万人要挤进大学窄门 人数创下历年之最 结果第一天考试结束后 有不少情形都成为微博热搜话题 首先是国文科作文题目 在其中一个版本的考题中 出现的题目受到大陆舆论高度关注 分别是吹灭别人的灯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 还有说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花朵 就算这种花朵再美也是单调的 仔细一看 这都是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说过的话 有网友说这真的很简单 只差没有直接点名骂美国 还有宣扬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与陆当考题 有人质疑会不会太政治化 但也有人说其实国与国关系 也可以延伸到人与人之间 所以不难作答 至于河南省另一个考试情况就比较复杂 今年河南规定文具统一由考场提供 考生不可以带自己的笔 结果公发签字笔品质太差 由考生写到弄脏考卷 有人则是一直断水 影响到考试的情形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